大家好,我是阿May 我是Kiki 今天又来做即拍即展的时候 因为我们塞了整个中车之后 终于都来到新开张的屯门Donkey 绝对是屯门友和新界西人的福音 那这间Donkey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它是全港最大的Donkey 占地28000尺 它就是位于屯门市广场 几乎整层都是它 哇,现在场面非常之虚险 另外这间Donkey 其实今天出片的时候 已经正式开幕了 人的时间就是早上8点至凌晨的1点钟 因为这间都是Donkey 香港第8间的分店 我相信里面的惊喜可能都不算很大 大家去看看吧 这次其实是用这个火车的主题 其实我也觉得Donkey一直都很有心机 还有我们也很感谢我们那位朋友 一直都给我们机会提早进来 另外这一段 有机会成为我们Donkey的即拍即字之中 最后的一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我们都拍了很多间的Donkey 很多呢 就是大致上里面卖的东西都非常之接近的 除非Donkey可能有带到更加新的东西 或者可能很吸引的东西 我们都有机会再拍的 但我们暂时的计划就是这一段 应该会是最后一段的 其实都很感激大家 就是每一次的留言 还有每一次的订阅呢 就是大家给我们的力量和支持 未订阅的朋友呢 就要尽快订阅我们 就是很感激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我们这个系列 还有支持我们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 C.S. Comment Like 和 Share 三个曲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在钟仔唱才看 好了事不宜遲 我们立刻入场啦 Go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来了 那因为呢 他们的店铺用了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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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列车 是以火车做主题的 所以整间铺设计上 或装饰上 全部都是加了很多车站的元素的 带大家环游这个Donkey 所以呢 在标识上面呢 是用了很多不同的站啦 譬如我们一进到来 这区呢 就是一个零食区 也有不同的分类 那就分了糖果Aki 就是糖果站 另外呢 也有薯片Aki 薯片站 其实这里就是很多 是比较便宜的零食 我们先去另一 糖果Aki 大家看看我们的地下呢 我们踩着这个呢 是一个危怒鬼来的 其实这个DonDonkey的水牌 是这样的 都挺清晰的 因为它有写明 另一就是糖果Aki 那大家顺着行 下一站 就去到薯片区了 这一只好像没见过 哦 是哦 这个也是啊 这个 其实这个呢 整排都是果汁糖区 起码有三四十款 不同的品牌 口味 有些是期间限定的口味 就是它不时都会 更新日本的新款 来到它的店铺 都有不同的口感 大家可以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吃的 果汁糖零食 好了 那接下一个站呢 我们就来到薯片站 大家可以看到呢 去预告下一个站 是甜点站 基本上都是买很多 日本牌子的薯片 另外呢 都有一些呢 是我们之前呢 有做过Donkey的零食 开箱片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其实都是有些新口味的 哇 这里啊 簡直是我梦寐以求的 薯片山啊 大哥 好 铜锣湾那家Donkey 好像是再新一点 有些是我们没见过的口味 可能已经体验了铜锣湾那家的口味 要去其他区找新鲜感 日本的其间限定口味 我觉得以前去日本的时候 在Seven 或者Family Market 看到这些限定口味 都要买来试一下 这个呢 就比较常见一点 这些 像同声店心面那种版本 但呢 就有不同的拉面口味 酱油 和团骨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也好吃的 还有其实它的指示那里 也有少少不同的 它这里是写转车前往 而不是好像我们刚才那个 是写下一站的 转车前往的意思 就是这一区里面 都要有些家庭装的零食 可以买到的 那我们去看看吧 好 跟着呢 首先看到很多不同的Kicat 哇 超多味 另外呢 都有一些抹茶味的零食 全部合在一起 同时间呢 其实大家的后面 日本牌子出的啫喱 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吃 这个味道 那么有趣 咖啡牛奶果冻 通常看到的都是水果味 它现在已经出了咖啡味 那我们的啫喱站 就很快地穿过去了 我想拍到这个位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间Donkey 和其他Donkey 最大的不同是哪呢 就是除了用车站做主题之外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完全听得出的 就是它没有了大家 一进来那种DonDonkey 那首洗脑歌 我进来半个多钟 都是完全没有播过那首Donkey的主题曲 就是改了做这些好像很京东风情 日本风情画的背景音乐 还有很多人呢 大家之前都会说 多谢那首歌啊 好洗脑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间分店就改了那首歌 那大家走得再舒服点 但是我有点挂着那首歌 你是不是犯战呢 没有那首歌又是挂着 有的时候又不是听 Hello 另外呢 其实日本一些很Hit的动漫 都很喜欢 童童的产品Crossover 譬如好像《鬼滅之刃》那样 所以它出了很多不同角色包装的薯片 这种是我小时候吃的 很喜欢吃的 一本零食ButterButter 这个Pocket Kicat 我来到这里 看到很多大的包装的零食 就是家庭装的零食 你看这个 多大 哎 20代 这些价值很多 这些价钱上 好了 那我们很快就走完这个L位的零食区了 基本上就走过大家想买的东西 还有种类非常之多 我觉得是 比起铜鲁湾那一间是更加之多的 薯片区对面 其实有一个 是专门为夏日而设的一个 好像Point-up Store的东西 就是集合了一些夏天的产品 在里面 譬如这些整冰的器 手动刨冰器 一个风扇 可以这样吹 下面这个经常看到 就是吃流水面那盒 还有些游泳用品 让大家迎接下水泥 都是小童装为主 沙滩那些玩具 另外也有一些是夏日感觉的一些化妆品 或者个人护理用品 例如用了很多柠檬 又或者是西瓜的 例如西瓜味的肉盐 或者是木玉露 这里还有菠萝味 另外当然 夏天 大家千万不要像我那样 整天不擦防晒 所以这里也有个防晒区域 有很多不同牌子 看看有没有我想找到一个 好像有 这个 我想要这种 之前我是买不到 没有了 都断了 我想买这个肉盐 凉针针 去staycation可以用 牌子上 都是大家平常在Donkey 看到的牌子 即是雪鸡精 Sophina Kate 等等 都是这些 它旁边就是有其他更多不同牌子 一些开架牌子的一些产品 好了 很快地和大家看看吧 这个Coin的区域 不能少了 这个我最喜欢的 洗面了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就是Mask 在Donkey也有买它们的口罩 其实我今天戴着这款 Donkey的口罩也是在Donkey买的 曾经有不少观众朋友 在楼下都会留言问我 每个人的Donkey的口罩在哪里买的 其实我全部都是Donkey买的 今天我就见不到 我们这个叮当服饰 但就是有很多Sanryo品牌的服饰 有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小忌廉 是的 这些区域是历牌大家经常见到的 只不过这个区域 基本上和我说的Donkey是差不多 都是很多洗流水 护发素 或者是其他个人会的产品 全部都加在这里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多些 新款一点的产品 譬如洗流水的新味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还有些货是齿很多的 原来我们的零食区还未完 这里有些真味区 我想是一些 什么干什么干的零食 就是牛肉干 或者是水果干 还有猪肉干等等 像我们的鸡皮 这个鸡皮很贵 这个鸡皮真的 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鸡皮真的很贵 它是好吃的 但真的太贵 44.99 但这里还有一些啫喱 所以其实那些水排 可能是尽量跟 但可能因为货太多 都偶尔会重复 始终都是很难用几个字 就轮廓了 那其实都理解的 都明白的 好 那其实我们走完 国人湖里区 那对面就有一个 爱环专区 其中一个日本 其中一个园的区域 那其实我想 他们DONKI 和那个园就合作 那所以这里卖的东西 很多都是这个区的东西 其实我记得这个园 最有名的是 它的金骨 物金 那其实你就看到 很多这种类型的酒 那另外后面 也有一些果干 还有一些清酒 那你就看到 全是这个园的特色的东西 那我都觉得挺好的 这里就有很多 蓝湖内海的海盐 旁边其实是一个即食面区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我们不久之前 才出完一段片 就是说日本杯面 很可惜 那时候 这一家未开 那我们如果不然 就可以来这里 就买很多不同种类的杯面 这里的日本即食面 和杯面 种类都很多 那我们先看看即食面 另外这里也有很多 日清的类型 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 拉和 这就是日本版 看上去都知道好吃 想吃 还有看到一个进击的巨人 即是无奈之前 才结局 不知大家觉得结局如何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一般的 那我们继续走 这里就有杯面区 很多那种 凄面的牌子 背脂醬油味 它有很多不同种类 这种正面 我们就试过了 这里就有那些日版的 Cup Nudels 这种我觉得真是世界级好吃 我们在一段影片也有说过 大家有兴趣去看 是东欣公版的升级版 来到这边 好像就转了少少个主题 刚才是火车站的主题 这里就是不同管的主题 譬如我们这里 这里是当面馆 当面馆 当面馆很搞笑 这个名字 旁边就是咖喱 咖喱馆 这里都是有很多即食面 这边就是港版的即食面 比较多 日本的罐头 还有不同的酱料 这里其实就看到有些 芥末 有些咖喱 这里是很多的 绘马神社 他们就换了少少的主题 大家就看到这里很多 有18禁咖喱 很多调微料 另外这个药装区 它的水派非常有趣 就好像大家的新宿 看到歌舞忌丁一番街的感觉 它就变成了八番街 就是专门买Donkey的药装 我们立刻走这条街 这个消毒挺好的 它够小 然后有湿皮纹 我们也可以买 基本上这些 其他Donkey都会有 另外这些就是脚的用品 膠布等等 都会有的 牙刷牙膏 什么都有 我们很快就走完那条 药装街 出来后 其实旁边就有些家居的产品 另外这边就有些草物区 你看这个 好可爱 这个 专门是草物用的背囊 就可以给你的狗 塞出头 如果在街上看到也挺搞笑的 这一看之后 全部都是给大家的主旨用 有草物 有些猫猫狗的玩具 豆猫棒等等 我想买一个给猫玩 猫狗零食 还有呢 平时的猫衣服都有 我们现在要来的区域 就是大家买菜的时候 因为现在在肚季季可以选择 所以它就是肚子给大家选择 128万左右 有2个 挺大的 另外当然 就是巨峰 哇 正呀 巨峰也是 也有香印 然后也有很多日本的蔬果 苦瓜 香菇 香菇 秋葵 還有這些 最喜歡吃的菇 本菇 日本番薯 我這陣子吃了很多番薯 不再做番薯專家了 另外還有一些冷藏類的蔬菜 還有我發現它的蔬菜有點不同了 就是它們在價錢的牌上 是多了一行 介紹一下這種蔬菜 怎樣煮是比較好吃的 簡介一下它們是什麼季節的食材等等 讓大家對它們有更多的認識 除了剛才的外援區 原來來到這邊也有個沖繩區 這一排全部都是沖繩來的食物 沖繩產的 也是非常方便 一眼就看完了 這個沖繩區由零食 去到飲品 去到一些調味料 或者是包裝麵的食物都會有 我們之後就去到牛奶豆乳區 其實這裡就有很多不同牌子的牛奶 其實基本上跟其他東西差不多 我們這幾個牌子很喜歡喝這個牌子的豆奶 它取代了我們平常很喜歡喝的 北海道3.6 或者是特龍4.3牛乳 因為感覺上這些豆奶是健康一些 用了一些是無調整 即是沒有添加的意思 所以喝下去也沒什麼罪夠感 而且它的豆味都很濃 牛奶豆乳區的旁邊 其實有了蛋乳酪和豆腐區 不知不覺你已經走到這些乳類 海產類的區域了 我們一邊走一邊就覺得 其實這間的燈光是做得很漂亮的 尤其是我們一邊拍就更加覺得 這間的燈光和布置是下了很多心機 平時的Donkey更加出力 你會看到它下了很多射燈 而且因為下了很多布置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布 所以整個感覺就更加像 一些日本高級的超市 這裡就是買一些急凍海鮮類 對比起銅鑼灣或者其他Donkey 它的種類是更加之多 這些起碼是我們好像沒見過的 簡直是有一些是現成的 即是你回去只要翻熱了 就已經可以吃了 另外旁邊也會有一些鰻魚 這些是平時也會看到的 我想是高級鰻魚 大家看這個包裝已經立即知道 這個一定是高級鰻魚 這些就是其他Donkey見不到的東西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裡的裝修比較高級 有些甲羅蕭、蟹棒 這些就平時也看到的 可能魚子蝦、蟹肉沙律 在這裡 還有會有海膽的 旁邊就是肉區 我們現在走下去吧 牛、豬和雞 它都是會分得很清楚 買的東西是跟其他大致相同 跟Donkey經常都會看到的 近江牛 就是這個三大和牛之一 它一樣都是會分不同的種類 我覺得真的非常體貼 跟其他其實都是一樣的 它有分牛扒、Shabu Shabu Sukiyaki 但是它會多了一些 可能寫著Premium的 即是日本高級品 即是更加漂亮的牛 這裡可以買的 這個白雪糰其實其他Donkey都會有的 這個就是日本橙雞肉 其實這個是我最經常買的 之後就到了冷凍櫃 裡面有的東西 其實跟其他Donkey差不多 法意上都是大同小異 剛才我們有介紹過草蜜區 草蜜區有條捷徑 可以直接進來這邊 這邊就是它的正門 另外旁邊有個十八禁區 旁邊就是酒區 特別貴的酒會放進櫃裡 這些就是便宜一點的Whiskey 多數可以用來是混合 可能是混合來混合 或者混合來混合 我自己也說大家 多數喝一定是喝這個角平的 還有其實如果大家 超級大酒鬼的話 可以這樣買一大支 好像買瓶油一樣 那行完Whiskey區之後 旁邊就是白酒、紅酒區 然後有果汁酒區 也有梅酒區 我滿喜歡喝的梅酒 是一個新拖泥 之後呢 就會慢慢看到果汁區 也有很多不同的果汁酒 可以繼續大家來看 我想說這裏這麼大 看這裏有很多不同的啤酒 這個Donkey 絕對是很喜歡喝酒的朋友 一定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它的區域比銅鑼灣更大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熟食區 熟食區一如以往 都是賣回差不多的東西 例如怎樣開做薯餅 滑蛋豬扒飯 或者是前面的章魚燒 鐵板燒 還有一個黑毛和牛炒飯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差不多八點幾九點 所以很多的熟食都已經被人掃光了 看看甜品 我記得甜品都差不多 這個就是獨家的 這個是獨家的忌廉泡芙 另外其他都是差不多 即是牛乳布甸 千層蛋糕 Tiramisu 旁邊一大堆就是野飲區 基本上有瓶裝野飲 灌裝野飲 全部都集合在這裡 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都看到 這間DONKI這路真的闊很多 大家知道DONKI平時 真的好像人迫人 車都推不到一輛 暫時來說 今天來說 我覺得大家推車都推得挺舒服的 至於它的壽司刺身 其實跟之前的DONKI都差不多 現在這個時間都已經被人清得七七八八 這間DONKI有一個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了這個情熱價格站 叫做情熱站 這一輪的貨品 全部都是DONKI最出名的情熱價格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排隊去付錢 付錢的同時 DONKI都很狡猾地用了很多產品來的 說大家繼續消費 這些產品全部都是比較便宜的 就是5元、10元、15元的區 零食也有 一些生活用品都有 看看大家能否把持得住 走過去的區看看 可能轉兩彎 我又拿到一些東西來填滿這輛車的 看一看 原來這裡是40元、50元的區域都有 它兼且這裡有大量不同的雪糕、雪條 真的比平時的複色多很多 也有不少人看不住 就說放在自己的卡物車上 這間DONKI除了它有超市的位置之外 出到外面還有一個熟食區 主打賣的食物都有一些日本的平民小食 例如雪糕、班戟、炸雞、關東煮、 或者是一些魷魚素等等 就是比較上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都熟悉的一些日本小食 同時它的食物是從日本餐廳去合作的 它的營業時間是早上10點至凌晨1點 其實真的很適合夜貓的人 還來這裡吃宵夜店 我個人的感覺 就覺得它有點像山頂的情熱食堂 我們在裡面戰鬥了三個多小時後 終於戰鬥完了 出來了 大家果然對DONKI的熱情完全未減退 我覺得這一間其實是我們DONKI之中最好走的一間 DONKI的貨品比較多 還有它的貨桿和貨桿之間的路是非常之近的 裡面的路是比較窄一些 還有是比較有壓迫感的 但是這一間就相對在這麼多間之中 是最闊的一間 還有我想它裡面的裝飾來說 我都覺得是比較漂亮一些的 還有這間分店是一次過走光 真的很爽的感覺 就是不需要像銅鑼灣那樣 分四層又要上電梯 所以感覺上就會大很多 還有你走得會舒服很多 我們都希望大家走 為什麼走得開心 那我們立刻要回家剪片 沒錯 即發即剪 謝謝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支持我們的話 一定要記得 C&H留言和分享三個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閉上鐘仔唱才看 就是讚你一個訂閱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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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